设法拯救了超过900只生病受伤的猫咪 在她的墓碑上写着 金妮生于1988年4月1日 足于2005年8月25日 一只拯救猫咪的狗 金妮过了充实的一生 谢谢她无私的付出 希望她的故事能流传下去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只有爱的狗狗 接下来请收看波罗讲座 那么处理性的具体的修行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 处理性的修行的方法 你们可能有些人希望 我实修的话是不是要讲大圆满呢 大手印呢 不是 也许很多人失望了 上次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在新加坡相课的时候 讲完了以后呢 有一个局势就拖别人 给我写了一个枝条过来了 给我一个低脚 给我一个枝条 第一句话 什么呢 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为什么呢 蒋姆 蒋可的蒋姆 蒋姆和内容特别的浅 特别的肤浅 特别的肤浅 以后再来的时候呢 希望稍微将深一点 大圆满之类的 圆满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也有这种想法 但是呢 这个要慢慢地来 慢慢地来 当我们把这个处理心 跟这些做好了以后呢 然后 然后就去学习的 上一次 上一次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们很早以前就 给他们穿过五家信 然后五家信很多人没有修 然后我就问他们呢 为什么不修五家信呢 你们为什么还没修完呢 其中有一个人说 我们新加坡人太幸福了 所以就是还没有修出家 这个五家信 然后我到网上去查呀 他们的幸福感 然后就是全球倒数第二 他们的幸福感就是 全世界的倒数第二 但是他们的有些 有些这个学术界的人呢 还是不成了 他们觉得我们的幸福感 没有那么低 反正有这样子的说法了 这个我也没办法说 他们的幸福感到底是 倒数第二还是第五 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否定了 不是因为太幸福了 不是太幸福就不需要修五家信 根本这个修五家信呢 跟幸福不幸福没有关系的 我们比如说 我们今天很多人幸福 有可能幸福健康 然后工作顺利 一切都很好的 但是这种人就不需要 修五家信吗 根本就不是 如果你说 因为我现在很幸福 我不需要修五家信 那这个太优质了 这种方法 今天我们幸福 那明天能幸福吗 今天我们 今天我们上个月 这个月我们幸福 那这个能说明 能代表下一个月也幸福吗 不是啊 我们修五家信 也不是因为今天 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 这个是为了解决长远的问题 所以我们修 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 他肯定也是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我最后去查这个 后来也给他们开玩笑的 说你们的幸福之数 其实就是倒数第二了 这个不是理由 以后要修五家信 这样子 那么你们也不要去学这个 因为我们台湾人太幸福了 所以我们没有修五家信 不能这样子 太幸福了 很好 太幸福是什么原因 必须要知道 国取的福报 然后国取的福报 你很幸福的话 那你应该更加的去努力啊 害怕这个 失去了 就像地狱里面呢 还有这个 恶归道的众生呢 他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失去的 反正就是这个 就是最惨的了 他也无所谓了 但是 如果你是很幸福的人 那就不是无所谓 有所谓啊 那你希望更加的幸福 所以继续要去修心 所以我们说我很幸福 所以我不需要修心 这个根本不是什么理由 所以大家要失修 失修什么 失修处理心 失修处理心 失修处理心的具体的方法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具体的方法 但是呢 这个处理心的具体的方法呢 叫四个加行 四个加行 我们在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当中 讲 讲不完 但是我们 也就简单的描述一下 这个四个修法 然后呢 我们就在台北 或者其他地方 有这么多的这个 脏传佛教的中心 那么脏传佛教的中心 这些当中啊 我发现有很多很多了不起的 这个堪布呀 隔西呀 都有 这个不一定 我们每一个中心都有啊 但是有 这边的确是有 那么他们也可以传 或者是 我们每一个中心 可能也有伤势 如果没有常驻呢 可能每几个月 也过来 也过来 关关顶啊 买包拼啊 同时也给我们 穿一穿四加行 只有这个 买包拼卖完了以后呢 还是要 给我们穿一穿五加行 会讲五加行的 因为我们之前 买包拼啊 什么这些 其实这些钱 也不是他自己 拥了 大家都看得到 那到其他地方呢 盖苗啊 公省啊 就作为这个 出家人的 文思修行的条件呢 其实 钱 不是他自己拥啊 当然不排斥 各鸡隔别 鸡隔别的 但是呢 钱不是 虽然不是他们拥啊 这个就是拥到 你们的钱 也没有浪费了 只要自己的心情 拥到 该拥的地方了 但是如果 一直都是这样子 我们当地啊 接受不到佛法的话 那也不行的啊 所以他们也会考虑的 以后一定会 有人传的啊 所以这些具体的修法呢 我们啊 以后进一步的可以学习 还有一个呢 我们可以通过网罗啊 通过这个光盘 也可以学习啊 这样子都没问题的 学习就要没问题 问题我觉得啊 不会出在这个学习上面 我想问题就以后会出在个人的修行上 你们把这个所有的修法都特别特别的清楚了 但是不去修 问题可能是这个啊 目前我们的问题 还是很多人不懂啊 很多人不懂怎么样去修 这个 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呢 可能问题不是这个 问题由大家又不去修了 那这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们今天呢 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 简单的手 那么 第一个 我们必须要知道啊 我们现在 很多地方 比如说 办各种各样的禅旗 然后我们 这个很好的啊 还有很多人就说 我们不需要大作 我们在生活当中修行 其实 这句话 是 很难的 当我们有一定的修行的 这个程度 有这个 警戒的时候呢 可以说这句话 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修啊 工作当中修啊 都可以 但是 一开始的时候啊 这个 很难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 用一定的时间 打坐 希望大家 那么我们 就不说出家人了 在家人 你们 你们每天早上 再忙 再忙的人 也就每天早上啊 早起一个小时 早起一个小时 打坐 哪怕是半个小时 四十分钟 也可以 然后 晚上 如果 可以的话 晚上加班 就不很忙 或者是没有太多的 其他的营筹啊 之类的 这样子的话 那么 晚上再打坐 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 或者是一个小时 如果每天都能够这样子呢 基本上每天 可以坚持两个小时的 打坐的时间 已经很不错了 然后我们 星期六 星期天 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时庆 这样子的话 比如说 上午 就一上午的打坐 下午去逛节 也可以的 对对对 上午就大家打坐 上午 我们一大早的时候 就去逛节 逛了一天 心里很空虚 回来很累 那么一上午打坐 然后去逛节 那心情也很好的 心情很好的 所以呢 上午就大家打坐 打坐 打坐 打四个小时 上午 十个小时就叫做 两桌 每一桌是两个小时 每一桌两个小时 我们 比如说 星期六 星期天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是喜欢 睡懒角的 这个也可以理解 因为太辛苦了 大家 但是呢 如果可以的话 就早上 六点钟起来 六点钟起来 大桌 打两个小时 八点钟了 然后八点钟 吃早餐 然后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然后就是 就可以休息 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开始 九点钟 大桌 打两个小时 十一点钟 可以结束了 这样子 在藏传佛教里面 比如说 我们大桌 打一个半小时的话 那么这个中间的 休息的时间 应该是半个小时 它的中间 休息的这个阶段 不能超过 大桌的时间的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因为中间的休息时间 长了以后呢 然后就 就 就大桌的效果 也不会好的 因为这个中间的 三轮的时间 越长就越不好 所以 稍微 要 时间要断一点 三分之一的时间 这样子的话 我们下午 大桌 打四个小时了 下午呢 怎么样安排 都可以的 那星期六 星期天 都可以这样子 然后 然后就是 比如说 我们 接假日的时候 放长假的时候 台湾什么时候 放长假 我不清楚 如果放长假 长假 还有个人的休假 这样子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有七天 不需要上班的话 那就在 周边 周边就照一个 稍微比较安静一点的 寺庙 回所 或者是 个人的地方 就是稍微 比较安静的地方 什么样的地方 都可以 就到这个地方去 比如说 五六个 七八个人 或者两三个人 一起到这个地方去 大家 恭修 恭修 如果是 寺庙 那就更好了 如果有寺庙 就更好 没有寺庙 也可以这样子 稍微比较 安静的地方 都可以 大家一起 恭修 大佐 七天 每年 有这么大佐的 专门闭馆的 有这么一个 两个 两三尺 这样子 也是很不错了 这样子的话 我们虽然是很忙 但是呢 修行的时间 还是可以安排的 如果不忙 如果不安排 我们 把这个忙 作为一个 借口 不安排 这样子永远都没有 修行的时间了 所以大家 尽量的安排 时间 好 这个是时间上 如果专门 大佐的话 专门大佐 比如说你们到 祥辖 寺庙 去闭馆的时候 那么每天的 大佐的时间 最少 最少 也是八个小时了 八个小时 最少是八个小时 增加 可以十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都可以 最少是八个小时 这样子 每天这样子 大佐 一个星期 也有效果的 如果方法没有错 一个星期 都会有一些效果的 所以我们还是有办法了 如果我们 愿意去做 那还是有 有时间的 还是有时间 这样子 一方面可以工作 一方面可以修行 一方面又 享受 无知 生活 一方面又可以 享受 精神 这个 精神生活 两边都可以 享受 多好啊 这个是非常好 这是时间上 然后呢 具体修行的时候 具体的修行 修行的时候 首先比如说 我们一半的情况下 是两个小时 但是不一定 自己安排 比如说 我们大佐 一个小时 这样子的话 开始的时候 就把这个 一个小时之内 要做的事情 全部做完 免得 大佐的时候 又起来去做 做事情 这样子 大佐以后 就是不能 不能间断的 不能间断 比如说 我们开始 大佐两个小时 一个小 这个是最好 中间不要起来 大佐 不能起来的 这个是 这个最好 要坚持 所以 这个时候 要去做的事情 全部 全部做完 比如说 上吸收间 或者是 去做别的事情 这些全部做完 把电话关掉 所有的这些事情 都处理好 处理好 然后我们 开始大佐 我们今天讲的是 这个人生 这个 处理性的 大佐的方法 大佐的时候 毗露七法 这些我们不光讲了 不展开的讲 已经讲过了 现在 身体就是 毗露七法 毗露七法 因为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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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的姿势 尤其是 刚刚 大佐的人来说 是特别特别重要 因为我们的身体的姿势 跟我们的 身体的 内在的 气流 内在不是这个呼吸 内在的气 内在也有气的 我们每一个 毛孔都有 呼吸 这些都有的 所以 对于我们的人体结构的 内在的这个气流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然后这个 内在的气流 跟我们的 心 拼金和 这个 翻招 有很大的 关系 所以 要做 毗露七法 做毗露七法 这个我们 今天不讲 因为这样 讲太多太多了 大家应该知道 做毗露七法 然后 然后 做了 毗露七法 以后 排除武器 这个方法 我们也不讲 已经讲过 很多次了 大家也可以 可以我们这边的 这些 上师 看不活佛 他们也可以叫 还有就是 我们过去 在网上 我之前也讲过 很多很多次 网上 什么音频 视频都有了 都可以下载 大家可以看 排除武器 排除武器 左边的三次 右边三次 两边三次 这样子排 排齐 然后最后 就是 观像释迦牟尼佛 这个时候 这三个叫做 三个妖点 身体的妖点 毗露七法 雨的妖点 呼吸的妖点 就是排除武器 然后就是 性的妖点 性的妖点 首先 发菩提心 比如说 毗露七法 做好了 武器 排好了以后 然后性经下来 就是 我这次 为什么要修心呢 我要成佛 为什么要成佛呢 我要离以终生 所以我要成佛 那成佛 我要修心 修心才能够成佛 否则不能成佛 所以我今天的这个大作 其实是为了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工作 就是离以终生 所以我要大作 这样子发菩提心 然后发菩提心以后呢 我们在我们的空中的头顶 在莲花桌上面 观像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勉朝我们这边 我们观像的时候 有些时候 我们大多数的本尊的修法是 勉朝千勉的 但是这个时候 勉朝我们自己 观像释迦牟尼佛 还有我们的 比如说自己的根本的伤势 有十个也好 一百个也好 一亿个也好 根本伤势 和释迦牟尼佛 观像为一体 即使释迦牟尼佛 也是我们自己的伤势 这样子观像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 没有佛陀 我们的什么佛法 我们什么都没有 所以是佛陀的恩德 所以观像佛陀 但是这个佛陀的智慧 传递给我的 其实也不是释迦牟尼佛 是我们的上师 如果没有我们的上师 那两千五百多年前 佛是出世了 但是我还是 没有福报见到佛陀 佛陀亲自不会给我穿法 如果没有我们的上师 实际上也我们得不到法 所以把佛陀 实际上是佛陀的思乡 和佛陀的智慧 但是这个佛陀的智慧 传递给我的人呢 不是别人 就是我自己的上师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观像佛和观像 佛是我们的第一个祖师 然后呢 上师是我们的根本上师 这两个观像为一体的话 然后这个加持 还有这个成就更快的 成就更快的 所以就观像 观像以后呢 然后我们祈祷 释迦牟尼佛 和上师 念佛陀的心咒 可以大概是五分钟左右 可以这个不需要很长时间 然后我们再观像 这个完了以后呢 观像从释迦牟尼佛 从边缘上慢慢慢慢 就编成一团光 这个叫做化光 用佛教的话来讲 叫做化光 它化为光 变成荣华 之后变成了一团光 然后这个光最后就变成一个 很小很小的凉殿 这个明凉的殿 就像一颗顽兜 或者是我们的一粒佛珠 这么大的 然后这个凉殿 从我们的头顶的头发的发旋 这个地方叫做翻斜 人体的一个鞋位 从这地方进去 进去以后 就到了心见 这个两点 到了心见 然后我们观想 现在我的心 跟释迦牟尼和上师的 只会融为一体 融为一体 这样子 其实这个是不过分的 我们平时讲 怎么可能我的心 跟佛的只会一体呢 其实是一体的 禅宗里面有一句 非常著名的话 就问 那你没有出生的时候 他会这样子问 你没有出生 你的父母 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 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 很多人就不知道 怎么样回答 我的父母没有出来的时候 我肯定是不在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 我的本来面目 到底什么也不知道 其实我们的父母 没有出生的时候也好 我没有出生的时候也好 反正这个心的本性 永远都是不变的 永远都是不变的 所以这个跟佛陀的心的本性 它永远都是一体的 释放善师佛的 这个佛 本质上都是一体的 本质上都是一体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一块 就是一块春经 用来一部分 用来做收拾 耳环 一部分用来做截肢 一部分用来做相连 一部分用来做佛香 一部分用来做容器 这样子 很多很多首饰 容器 佛香 但是他们的本质都是 都是纯经 而且是一块纯经上面 来的本质都是一样 同样的 我们地狱 阿龟 佛 终生 我们的心是不一样 但是本质 跟佛是无而无别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观想 佛的智慧 跟我们的心 编成一体 这个时候就安住 如果真悟的话 真悟了的人 他就直接进入在 空性的状态当中 但是我们大多数的 没有真悟的人 是没有办法修空性 但是没关系 这个时候我们 什么也不像就可以了 就像六祖贪经里面 讲的三句话 三句话 或者是金刚经里面 讲的三句话 过去行不可得 未来行不可得 等等三句话 或者是六祖 毁能大使的三句话 也就是这个意思 就过去不思过去 不思未来 当下的心 也放下 它的本来的面目 就是这个本质 这个本质是永远都是 没有什么变化的 这是一位一体的 但是这个我们 还没有真悟的时候 没有办法直接进入 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心里 把所有的杂联放下来 什么也不像 就停两分钟左右 就可以了 停留两分钟左右 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修 这一项的 我们修吴家心 修大愿 修什么 凡是修任何一个 藏传佛教的法 这一项都需要的 身体的披露七发 排五七 然后观香 这都需要的 我觉得 韩传佛教 修禅宗的人 完全也可以用这些东西 这样子的话 跟他们有更加的帮助的 有更加帮助 但是这个用不用都可以的 藏传佛教 是必须要这样子修 这个完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才开始 进入猪体 才开始进入猪体了 猪体是什么 就是修思加心 修思加心 修思加心的时候 首先是人生难得 人生难得 人生难得 我们人生难得的内容是什么呢 让我们充分地去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我们很多人都是很自卑 他觉得我这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什么贡献 对人类没有什么贡献 跟父母也没有什么贡献 就是人渣 什么都做不了 很自卑 但是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在这个社会上 他不管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都不管 都不重要 他就是有一个佛心 他就是一个下满的人生 下满的人生 这种下满是什么意思 下满两个字 就是说 因为很休闲 什么都不需要做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因为我们再忙也好 再怎么样也好 有时间去修心 我们还是再忙也好 有时间 有时间去修心 所以叫做下满 下就是这个 下就是满不是这个 下就是现象 现象 就是我们 就很休闲 什么都没有 不需要做 他不是这个意思 再忙也好 在这个当中呢 有一部分的时间 是可以用来修心 再忙也好 你还是有时间去修心 所以叫做先 所以叫做先 下 现下 也叫做下 然后满是什么呢 就将了十种圆满 十种圆满 这十种圆满 无中圆满 是我们自省举备的 另外的无中圆满呢 就是圣外的条件 这四个条件当中 如果一个不举备 那么我们的学佛 就要打指口了 学佛的机会就不这么好了 有些机会 如果没有了 那就根本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修心 有些没有了 不具备了 可以秀 但是呢 小国不怎么好 这样子 那么我们 我们今天基本上都是 具备了这个 霸 贤 霞 霞 室 圆满 加起来叫做 使 霸 霞 霞 这个我们都是有的 所以呢 只要你有这个 具备这个十八个条件 这样子的话 那么你的生命 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非常有价值 在社会上 我们刚才讲的 不管扮演什么角色 都不重要 只要这个具备了这十八个条件 那么你的 这个生命 是非常非常有价值 你根本就不需要自卑 不要这么自卑 很有价值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 首先要充分地去了解 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呢 如果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这个生命 是很有价值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不会珍惜 我们不觉得这个人生 有多么的难得 这样子我们就不懂得珍惜 不懂得珍惜 不懂得珍惜 我们不知道应该去做什么 因为不知道这个是这么难得 所以首先我们要去了解一下 这个人生 不管是一个有钱的没钱的 有权利没权的 但是这个 只要有这十八个现象 那多不容易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 这什么样的不容易呢 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这个都是仙宗讲的 这都不是密宗讲的 密宗虽然讲 但是呢 尤其是讲的最多的是显宗 密宗也提 提这些事情 他也讲 但是呢 他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 像一个大学课程一样 大学的课程里面呢 他不会强调中学的课程 但他也要讲 他不是不需要 需要的 但是因为这个显宗里面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不会他经常讲 显宗有讲 密宗有讲 那就不就重复了 没有必要了 所以不是很强调 但是有 这些都是显宗讲的 显宗讲 你们可以看 这个徐云老和尚的 他的开始里面 引用的这些碧欲 下满难得的碧欲 张传佛教里面用的这些 他都用了 所以完全是一个意思 但是呢 我觉得张传佛教呢 把这些东西就收集起来 然后把它理顺 比较有次第化 稍微比较规范而已 实际上这些都是有的 那么我们今下来 思考的时候 比如说霸贤侠是什么呢 比如说 首先我们要去 去想低语的痛苦 这个时候呢 不需要很展开 简单的去想 一半都是几个方面 第一个 低语的环境 低语的环境 第二个 低语众生的身体 低语众生的身体的状态 然后第三个 是低语众生的守明 他的守明的长短 然后低语众生的痛苦 基本上就去想这四个 去想这四个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低语 我们人就是愚昧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我们一直都认为 世界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样子 除了我们看到的世界以外 就没有世界 我们一直都这么认为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判断 比如说幸福呀 不幸福呀 痛苦呀 不痛苦 所有都是以我们的感官 以我们的感官的结论 去判断 判断 那么我们的感官能看到的世界呢 其实这个整个大千世界当中的 很小很小一部分 很小的一部分 那么一切都是用这一点点来判断 那这个判断肯定是错的 所以呢 佛把这个六道轮回 就是一个全经的图一样 我们现在这个全经图里面 只看到一部分 佛就让我们了解 这个轮回的全经图 所以让我们先去思考 这个轮回 痛苦 地狱的痛苦 这个时候我们去了解 地狱的痛苦的目的是什么呢 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 如果我今天 是这个地狱众生的遗愿 其中一个的话 那我根本就没有去修心的机会 根本不可能 因为一辈子 地狱众生的身心 都被各种各样的痛苦折磨 他根本就没有 这种修心的这种理念 概念都没有 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想 他想的唯一一个 就是想从这个痛苦当中 摆脱 除了这个意外 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 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 这些佛法里面的概念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躲地狱 那我根本就没有去修心的机会 就是这样子去思考 然后思考的时候呢 就按照佛经里面 这样的去想就可以了 这个思维的摩斯 张传佛教里面讲得特别清楚 先怎么去想 再怎么去想 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都是已经是摩斯化的东西 摩斯化 我们按照这个摩斯去想就可以了 这些摩斯绝对是没有错的 全部都是来自于像 华严经啊 阿罕经啊 这些佛经的内容 他只不过把这些东西 弄规范 历顺 摩斯化而已 所以我们按照他的去思考 然后我们深深地体会到 如果我这次躲地狱 那我也跟地狱里面的众生一样 我根本就没有去修心的时间 年让我的心里生起一刹那的 善年 年头啊 善年都不可能的 然后再去思考 这个恶鬼 也是一样 我刚才讲的这个四个方面去思考 结果是什么呢 这思考都是过程 过程的结果是什么呢 然后我们人生难得的时候 我们要深深体会到 如果我这一生 就是 是一个 这个恶鬼导的终生 那也就是跟地狱一样 没有时间去听经文法 闻思修行 修处理心 修菩提心 连这样子的改年都不会有的 生起一刹那的善年 都不可能的 这样子就深深地体会到 我很幸运 然后再去想 再去想 旁生的 旁生我们比较了解的 我们在动物世界里面呢 经常在光拍那电视上 我们经常能够看得到 然后就去看 这些众生 然后我们也就 深深地体会到 如果我不是 地狱和恶鬼 没有那么大的痛苦 但是 是一个 旁生 一个动物的话 那痛苦虽然没有 地狱那么严重 但是呢 一辈子的 我不会念一句佛号 一个三年都不会 不会产生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学佛 没有办法修行 那么这个散恶趣里面的 众生有多少啊 这根本就不可思议的 释迦牟尼佛有一次 他就在他的手之家 手之家 大拇指的指甲上面 放一点点灰尘 然后 闻身边的弟子 闻身边的弟子 告诉他们 你们觉得 我的手之家上的 这个灰尘多 还是这个大地的灰尘多 身边的弟子 这个说 当然是 大地上的灰尘就多 佛指甲上的不多 然后佛就告诉他们 那他说 地狱里面的众生 跟恶归岛的众生 相比之下 相对的话 地狱里面的众生 多如 大地的灰尘 大地的灰尘 然后 成熟 大地灰尘的成熟 然后 恶归岛里面的众生呢 就像烧如 我的指甲上的 这个灰尘 然后 恶归岛的众生 和这个 旁生 对比的话 那么 恶归岛的众生 多如 这个大地的成熟 大地的灰尘 恶归岛的众生呢 就像我指甲上的 这个灰尘 这么少 然后 东吴和人 比较的话 也是这样子 六道轮回 一个一个 佛就是说 其实 终生 恶趣里面的终生 是最多 最多 最多的 这个我们能看得出来 比如说 东吴 东吴的这个数量 就是 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 我们人 再多 也就是地球 其实以人口 两千五十年的时候呢 就我们的人口 就会达到 差不多 差不多这个 一百 差不多一百亿 但是也是一百亿而已 那么 一个 比较大型的 这个蚂蚁我里面 蚂蚁潮里面 比如说 原始生命里面的 一个 这个蚂蚁潮里面呢 的这个数字 远远超过了 远远超过了 我们地球上的人的 中数 这样子 那么这样子的这个 其他的终生呢 就是 就更 更不可思议的 所以 东吴我们看得见 其他我们看不见 东吴就是这么多 嗯 东吴就是这么多 所以 蚂蚁里面的终生 特别特别的多 善蚁就是 人 天 奥修罗 这三个呢 就是最少 其中人 最少 这样子 然后人当中 人当中 懂得 学佛的 才叫做 瞎蚂 这个我们刚才讲的 把 仙虾 是 圆蚂 不是所有人都有 哪怕是再有钱的 再有权利的 它在社会的地位是很高的 但是它从修行的角度来讲 它不一定是 瞎蚂的人生 它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生 而已 那一个学佛的 懂得 修行的人 那他就是有这个 这个十八个条件 都基本上 具备了 那么 我们这个地球上 整个终生的 这个数量讲 人就这么少 其中 人类当中 就是 下蚂 具备 十八个 下蚂的人 那就是 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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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具备了 十八个 下蚂 但是 不懂得 珍惜 天天就是 少想拜佛 只懂得 买包品 这样子的人 有多少 那就是 这个是 绝大多数的人 那么 最后最后最后 真正 懂得 这个 珍惜 我们的人生的人 那就是 就很少 很少了 如果我们 是其中一员的话 那就是 这个 非常非常的 不容易 要编成 其中一个 是特别 特别 不容易 的事情了 那么我今天 就是 其中一个 那我多 幸运 非常的 幸运 这个特别 的不容易 的事情 这样子 最终 这样子 这种思维的 这个结果呢 我们 深深地 体会到 我这次的 这个生命 是特别 特别 不简单 特别 的不容易 非常难得的一个 人生 非常有价值 有这种 这种 这个想法 有这种 最终我们得到 这个结论 得到了这个结论 的时候 然后我们 这叫做 修成功了 成功当然 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 比如说 在藏传佛教里面 呢 有一位上师 有一位上师 在山东里面 修这个 修人生难得 他在山东里面 闭关 闭关了九年 然后 他的这个 山东的 东口 山东的 东口 有一个 小织物 这个织物 叫做 金记 金记就是 带刺的 这个小织物 然后他 每次出去 出去 出门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 金记是有刺的 他的衣服 挂在这个 瓷上面 经常挂在 这个瓷上面 所以他 出门 不方便 然后他 想出去的时候 他想把这个 金记 看掉 因为他 金属不方便 看掉 但是呢 他想 如果 我出去了 会不会回来啊 如果 我不会来的话 那我不会来的话 那这么难得 的人生 我就花在 做这些事情上面 这个时间 用到这些上面 都不划算啊 我人生难得 收命无常 我出去 有可能不回来了 所以我还是 不去砍掉 不去做这个事情 我还是 休心 出去了 进来的时候呢 那 他的衣服 又挂到 这个 金记上 他进门的时候 他又想到 这个 又想把这个 实在是太不方便 要要砍掉 进去以后 他又想 这个 我进来了 会不会又出去的时候 也不知道了 我还是好好学习 休心 这样子 修人生难得 他特别的 感觉到 自己的生命 是乃之不易 所以 他特别特别的珍惜 连这么一点点的时间 他都不想浪费 那么 上师在这个 山东里面 修了九年 成就了 走了 但是门口的 这个金记 还在 没有去看 就是这样子 我们真正的 充分的利用 我们的这个 非常难得的这个 时间 充分的利用 懂得利用 那就必须要知道 人生难得 否则的话 不会等 否则的话 我们不会充分的去利用 当然 这个是很高的标准 我们可能达不到 这样子的标准 但是 那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 告诉大家 比如说 我们还没有修人生难得的时候 不太觉得我们的人生有多难 多难得 多不容易 不太觉得 然后地球上的人这么多 每三十几年就翻一倍的 这个有什么好难得的 人口爆炸的时候 很多人是这么想 但是 人口爆炸 但是 这个爆炸的人口当中 这个 狭门的人生是有多少 这个没有爆炸 越来越少的 人口爆炸 增长 但是呢 狭门的人生 是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大家不懂得修行 所以 这时候我们 我们充分地 就认识到自己的生命 是非常难得 这个时候呢 我们 只想修行 只想修行 至少 不会把 随随便便 把这些事情 这些时间 浪费掉 这个时候呢 我们 会把自己的时间 安排得很好 一方面 安排到生活 工作 另外一方面呢 尽可能地 安排到 这个修行上 这样子我们 就 这个就是我们的 修行的原动力 原动力 这叫做 人生难得 然后 具体的修法 是这样子 经下来 不是一开始 就经下来 首先去把这个 人生难得的 每一个 每一个的 这个端锣 每一个端锣 背下来 词不会背 没关系的 内容一定要背下来 内容必须要背下来 然后背下来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 打坐 打坐的时候 不能看书的 打坐的时候 我们之前就已经 了解好了 了解好了以后 然后我们去想 去想 去思考 这些地狱众生 是什么样子 如果我在他们当中 我会怎么样的 我有没有 这个修行的世界 就去这样子去思考 这样子思考以后呢 其实这个人生难得的 所谓的修法呢 就是一种思考而已 就是思考 我们的这个 禅宾 有思考的 没有思考的 远离有物的 这个 有思考和物思考的 这个禅宾 都有的 那么我们最初的时候呢 我们的打坐 禅宾 都是需要思考 因为我们的 所有的烦恼 我们做错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 相不同 相不同 有些事情 我们没有搞明白 所以有烦恼 所以做错事情 所以会浪费 我们的生命 所以首先是 必须要思考 通过思考 让我们相明白 让我们相明白 我这一生 该做的是什么 不该做的是什么 这个必须要去思考 要深层次的去思考 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 是世界的表面 不是世界的真相 我们今天了解到的 生命 是生命的表面 不是生命的本质 那么通过佛陀的智慧 我们深层次的去了解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原来我以为我没有什么用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用的人 但是其实我非常非常有用 我这个生命 已经是比成千上万的终生 甚至比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 更有价值 会发现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一分一秒 都会珍惜的 都会珍惜 这时候呢 我们就是因为这些 这些家庭唆使 这些鸡毛酸痞的事情 然后就困扰 然后动不动就说 不想活了 活着没有意义了 不会说这样子的话 觉得这些生活上 是有一些坎坷 但是没关系 总的来说 我是很幸运的 我是很幸运 因为我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这些坎坷 这些折磨 其实是不算什么的 其实完全是可以被忽略的 我有更好的东西可以追求 任何时候我们不觉得 活得没有意思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空虚 不会空虚 所以我们觉得 还是这个时候啊 还是很有意义 觉得很幸运 这时候我们才开始 投入这个修行当中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 修行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勿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务有 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 二、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耶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截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贪念称心、祸及全家 在花鸟鱼市场里 有间卖鸟和观赏鱼的店家 是一对年轻的彭信夫妻所经营的 他们有个活泼、可爱的儿子 一家三口和乐融融地生活着 很多学佛的人 都会跟他们买鱼和鸟类去放生 彭先生知道了这件事后 便起了贪念 先生,要买鸟吗? 你看,我店里的鸟长得又漂亮 叫的声音也很好听呢 这些鸟被困在狭小的笼子里 不但没有自由 也无法展翅飞翔 实在是太可怜了 是啊,不如我们买几只小鸟 等一下去放生吧 啊,你们说什么? 你们买鸟 是要把它们放掉吗? 是啊,我们买下它们 就是为了要让它们恢复自由 这种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因为动物和我们人类一样 都是有情感的 它们被关在笼子里 和我们被囚禁起来的感受 是一样的 学佛让我们明白了 众生平等的道理 爱护一切生灵 是会得到善报的 反之,必定有恶果 是吗? 你们的想法我不能理解 不过既然这些鸟 是你们花钱买下的 那就随你们处置了 我们顺便买一些活鱼 一起去放生吧 好啊,前面就有一个菜市场 那里有卖鲫鱼的 我们去那里看看吧 那些人可真够傻的 竟然自掏腰包买鱼和鸟 然后再把它们放掉 它们这种人经常来市场买鸟呢 不过听说它们放鱼的次数更多 几乎每个星期都会买鱼去放生 嘿,老婆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 什么发财的机会 快说来听听 它们那些人不是经常要买鱼放生吗 那我们就也准备一些鲫鱼 嘿,如此一来 它们在买鸟的时候 也可以一起买鱼 那我们就可以多赚点钱了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 改天我去竞一些鲫鱼回来卖 哎呀,竞什么竞呢 我跟着那些人 等他们把鱼放到河里的时候 我再趁机捞上来不就行了 嗯,老公 还是你聪明 于是彭先生经常在河边守着 等学佛的人把鱼放到河里 他便用自制的鱼网将鱼捞捞上来 嘿嘿,今天果然有人来这里放生 他们今天放生的鱼可真不少啊 彭先生将被放生的鱼捞捞回来后 再卖给学佛的人以赚取利益 咦,老板,你不是只有卖乖赚鱼吗 怎么也卖起鲫鱼来了 是啊,我最近看到有很多人要买鲫鱼 所以我就顺便一起卖 你们要不要买啊 价钱保证比菜市场里的便宜哦 彭先生卖的鲫鱼比别人还便宜 因此许多学佛人便经常到他店里买鱼放生 也有客人是将鱼买回去吃的 所以他总是一边卖鱼 一边抄时间去河边 捕捞那些被放生的鱼 小宝,你看你老爸多聪明啊 竟然有本事做无本生意 爸爸,你真棒 小宝,我出去一下 你乖乖跟妈妈在店里看店 我会买糖果回来给你吃的 好啊,好啊 老公,你要去哪里啊 那些人买了鱼,自然会去放生 我去河边等他们放生完 再把那些鱼捞回来啊 说的也是,那你快去吧 结果有一天 彭先生在捕捞放生鱼时 被那些学佛的人发现了 他们非常严厉地告诫彭先生 捕捞放生动物的行为 可是极大的罪业 但彭先生非但不听劝告 反而怀恨在心 哈哈,鱼儿,还是跟我回家吧 哎呀,你看 有人在捞我们刚刚放生的鱼 是啊,那个人太不像话了 我们过去告诫他一下 啊,怎么是你 老板,你怎么能捞放生的鱼啊 怎么了嘛 这些鱼你们已经放掉了 那我为什么不能捞呢 唉,你捕捞放生的鱼 那可是极大的罪业 要知道一切众生皆有灵性啊 原本可以重获新生的鱼 但你却又把它们捞回去卖 你说它们会不会怨你呢 你想想,人天天在充满怨恨的氛围和磁场里 恐怕一辈子都好不起来的 你还是将那些鱼放掉吧 既然你卖的是被放生的鱼 那我们是不会再向你买鱼的 哼,你们不买,我也会来捞 捞上来杀掉,也和你们没关系 你怎么能这样做 这样你昨晚有一天会遭到严重的果报的 哼 然而彭先生对学佛人的劝说非常反感 于是从那天之后 他将唠叨的放生鱼全都杀掉 见到有人放生鸟泪 便用弹弓将其射杀 打中了,打中了 爸爸,你好厉害哦 小宝,爸爸会打很多只给你的 唉,他这样肆意杀生 而且杀害的都是被放生的生鸟 早晚有一天他会遭到果报的 由于彭先生伤害了太多的生鸟 在中秋前的一个月左右 果报便降临到他们一家人身上了 那一天,他们全家正要去超市采购食品 不量却在路上被车撞到 一家三口的腿全都被撞断 老公,今天没什么生意 我们就早点关门吧 嗯,也好 快过节了 今天我们一起去超市买东西吧 太到了,要去超市了 我看到超市了 爸爸妈妈,你们走快点啊 哎呀,危险 啊,我的腿 好痛啊 好痛啊 好痛啊